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专业手 然后这期节目之前要跟大家同步一个消息 就是因为最近可能市场不是很好 所以之前我们社群里面包括后台也有很多朋友在说 让我们做一些基础知识方面类的一些培训或者一些分享 然后我们计划是说可能在下周会单独去搞一期活动 就是会为大家去讲一下区块链的一些原理 以及比特币一些基础的内容吧 然后我们计划是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去做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加入我们的电报社群和我们的Discord社群 预计我们会在下周 然后把活动相关的信息发到我们的社群里面 然后大家感兴趣可以参与 然后这个活动相当于一个支持普及列的一个活动 然后也不需要大家去拉人头或者是说转发推特等等这些事情 大家感兴趣可以届时参与一下 如果是大家身边有朋友想去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也欢迎你把我们的活动告知身边的一些朋友 之后我们有具体活动信息之后 会在社群里面做转发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可以先加入我们的Discord和电报社群 我们开始今天一个内容 然后呢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项目呢叫做Job 它其实也是一个有关NFT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它整体上来讲是一个打破了一个空间局限 然后基于地理位置和AR的一个NFT平台 那大家都知道可能像去年的时候 Discence Land和Sandbox其实是比较火嘛 然后呢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就是一些虚拟世界的一些可能性和潜力 但是NFT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象空间的 比如你把虚拟的一个东西去算到现实里面来 之前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玩过叫Pokemon GO的一个游戏啊 它其实就是把你的一些宠物捕捉宠物精灵的这些东西呢 你通过AR的方式啊然后呢在现实世界里面 你通过地理位置然后去捕捉一些不同的那个精灵 然后当时那个游戏也是非常非常火 然后到现在其实它也是长生不摔的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项目Job呢 它其实就是有点就是刚才Pokemon GO这种思路啊 它其实通过NFT加AR加地理位置的这样的结合的一个创新方法 然后呢在整个可能目前NFT赛道里面有自己的一些独特性和有意思的点 它的一个通证是叫Drop但是目前是没有发行的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呢就是Drop的一个官网 它其实核心的点在于说它把天然的就是带有稀缺性的一个因素 就是Wage加到了它整个项目的创业里面来 然后呢让这个项目相比其他项目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价值 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一个项目叫Cly City啊 就是一个Predator的炼友 它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创业的 然后呢当时也收获了一些关注和投资 当然Drop它是要做的事情也是把地理位置和NFT做了一个结合 然后呢它具体怎么去实现这一套东西啊 它总共呢你可以通过它的白笔书去看 那白笔书这个部分呢你可以在它的Overview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它下面有整体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整体它会分为Drop2D,DropLand和Drop3D三个产品 首先Drop2D呢这里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它和你来讲呢它是一个手机应用 按照它的一个官网就是你们能在官网差不多下面这个位置 看它Roadmap 然后呢Roadmap里面会写到它差不多会在QE的时候 如果不出问题的话应该就是三月啊 他们会上线Beta版的Drop2D的一个iOS 也就是这个这个2D 然后呢如果这个上线的话 它首先呢会有一些 围绕NFT的一些技术功能 包括呢你可以用手机创作和上传一些本地图片 音乐和电影这些文件等等 同时你可以基于就是Drop2D本身它内置的一个钱包 将你传的这些文件变成一个NFT 然后呢再对NFT进行标价和出售 那这些东西呢它都会仰来于就是区块链技术和银存空间 那它现在呢是这个项目本身它是用的Sanana这条链 同时呢它的文件是存储在RV上面的 然后之后按照它的一个说法 它会再拓展到下面有写啊 就是在Ethereum在BnBChain和TerraLine它都会做一些拓展 然后如果你想对它的这个产品有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认识啊 就是你同样是在它官网的差不多第二配的这个地方吧 就是这有Coming soon 那这个其实大概就是它未来可能会上线的一个2D的一个状态 然后大家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呢 可以在下个月的时候 那它应该会推出它的2D版本 然后可以到时候去体验一下 这是它的就是基础的2D部分的一个介绍 那基于本身2D这种地理位置的特性呢 其实还会有很多的游戏化的特征玩法 比如说就是用户可以制作完成的NFT 然后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位置 然后呢比如说你在某个位置你才能去找到这个NFT 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基于位置而延伸出来的一些玩法 而这里面其实会提到一个UG Cine那种 就是啊你如果是一个用户 你其实自己可以去发一个NFT 那你发NFT的时候呢 你其实也可以为这个NFT去创作一个玩法 让其他的玩家来去参与啊 这种玩法呢其实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玩过就是以前微软出过一个游戏叫做极限竞速地平线 那它就是有个大地图 然后那你可以在地图上就是去完成很多玩家自己创作的一些任务 比如说飞车呀加速呀或者飘移等等 但是这个玩法就是我们在下面会讲它的一个链子的一个使用性 那那个地方其实也能够体现像方在这方面的一些设想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关注就是这个2D呢 它除了刚才讲的这些功能以外 其实它这还有一些其他功能 就是一些social上的功能 它自己其实本身在这里也是说它是一个social app 就是它除了刚才的那种你可以把自己的文件变成一个NFT之外呢 它其实也带了很多的社交属性 比如你可以添加好友啊 或者是关注分享评论或者喜欢呃等等 就是做类似这样的一些功能 然后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围绕NFT本身去进行的 然后呢它通过这个方式 也进一步的去提高了本身这个平台的一些活跃度 或者提高了它本身的一些玩法 所以总体来看就是如果你要说2D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 它除了可能像这样一个social app之外 它其实本身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集合的NFT LBS就是地理位置及服务 然后以及UGC同时还有些社交的一个移战争应用 那如果按照它的roadmap如果正常的顺利开发的话 大家可以3月的时候去到时候体验一下它的这个APP 然后去感受一下它所描述的这些功能 以及整个的一个体验感受 那这个是它2D的一个介绍 然后之后呢就是它的dropland dropland其实是它目前在主打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会稍微花多一点时间来去介绍dropland这部分的内容 那首先呢dropland它其实是映射了现实的地理位置的一个 虚拟的一个2D系统 它有一些自己的一个虚切性 同时呢你也可以在里面获得一些收益 然后具体它是什么 就是同样你可以在官网就是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你能看到就是它这有个land 然后呢这些land你会看到它有洛杉矶等等 对吧 然后它有一个id 同时它有不同的size 它有71hacks或者是56 34或者10等等 它会有不同的一些尺寸大小 然后呢首先dropland呢它这个地块概念呢 它其实是和现实中的一些真实的地理位置做对应的 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洛杉矶的一个图 它其实呢它也是以现实的洛杉矶的地图为一个圆形 然后呢在这个现实的洛杉矶的一个地图上做了很多区块的一个划分 然后最终得到了就是它不同的dropland 然后你可以就是有不同land的一些属性 那具体呢就是你能在它的一个media上看到它对于这个land的一个描述 大概是在下一部分就是 刚才大家有看到就是它会有不同尺寸吧 然后呢你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它对尺寸的一些描述 首先它有比如说star plots 然后有diamers就是有星标的钻石的或者黄金白银金铜的 然后不同的尺寸的不同属性的这种dropland呢 它也有不同尺寸比如说65到75 然后或者45到55 25等等 然后5这样的一个区分 这是它的就是在土地大小上的一个划分 可能大家会疑问就是它的土地会不会是无限的 它不会说每一个土地都全部去做出来 大家可以从它的就另外一个medium上去看到 就是它整体的一个dropland的它的supply是96100块 所以它不会是无限快的土地 而且它也是会选就是可能在真实世界里面 比较有价值有意思的土地 然后去开发相应的一个lan出来 然后呢所有这些土地呢 你能看到最前面star部分呢它只占4% 然后其他的土地啊 它基本上都是每月会销售的意思 然后呢它总共用8年的时间把这些土地销售完 同时呢就是它的这些土地会以rootbox这个形式去售卖 那这一轮的售卖呢就是它前段时间刚刚结束第一轮的白名单活动 然后当时应该是有1090个地块 然后呢白名单是600个人 它的参与方式呢 其实是说你要为这个社区去创作一些艺术内容 或者做一些文档等等 为这个社区做贡献 你最终把你做的东西给到向方 然后向方呢会有一个评选 然后呢最终他们会公布入院名单 然后你就能够去有机会去买它的这个lent 具体的一些详细活动信息啊 我们就不在这展示了 然后因为它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会把那个链接放到我们的mirror的文章里面 大家感谢他可以去参考一下他之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情况 那虽然它的上一期活动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看它里面的一些数据和它一些对图的一个介绍 然后去做一个参考 然后你可以在它同样是这篇比点 你会在下面这个部分 你会看到因为它的lent会有不同的一些属性 然后呢它的这个rootbox也是会有不同属性的 然后这里就会对应到就是所谓的一个暴率啊 比如说它把刚才的lent它会分为就是有黄金的新标的等等 那它的rootbox呢其实也是会有五个等级的 你会看到比如说你是等级五的 那你只能开出来就是20%的你可能会开出来 呃tare4的lent 然后呢如果你是tare1的rootbox呢 你会开出来百分之百的tare1的一个lent 这是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暴率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还会比较好奇 就是它有了这个lent之后 这个lent到底能干什么 然后你在它的同样这篇文章 它这有个介绍 它一共其实会有七个目前给 是七个它的使用性 然后呢第一个是你可以有资格进入它的gallery模式 然后之后呢你可以获得nft的空头 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些nft进行售卖 同时呢你还可以获得就是 它每次nft售卖的一些收益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拥有土地的玩家呢 你可以质押这个通证 然后呢你的土地越大 然后呢你的质押量也就越高 然后呢你的收益也会越高 另外一个呢是你可以获得一些特定区域的nft的一个早期mint的一个机会 它举了一个就是nike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nike的一个收藏品在洛杉矶发布了 那你作为洛杉矶的一个土地用户呢 你可以去早期的去mint这个nike的nft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每个月会有少量的街区被选中 然后呢会赋予一些特殊的地标 那这些地标呢就会来源于它的伙伴和特资方 然后你也有可能是会按照这些地标的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每个月会有一些顶级nft的一个空头活动 那这些空头呢可能会降临在某些新的地块上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有人或者品牌方 他看着你的土地 然后呢他可能会在你的土地上做一些广告或者展示 那这个时候呢他需要就是支付给你费用 那这个模式可能会像之前我们还讲过一个项目叫Blocktopia 然后呢那个项目里面其实有一个叫addblock概念 就是你的土地其实也是可以被打广告的 然后这些品牌或者其他项目方想在你上面打广告呢 他需要给你一定的费用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有上面刚刚跟大家讲的 就是微软它有一个游戏码叫做极限竞速地平线 然后呢就是有很多UGC的玩家可以创造任务 那这里面其实他自己也说就是在未来可能就是会有一些UGC的内容 会添加到就是这个dropland里面来 然后呢他的形式应该就是跟game相关的 然后剩下的东西可能就是在期待的 那这个就是他所有land的部分以及他相关的一些使用性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关于自己3D的一个介绍 那这个drop3D呢是他的第三个产品 那这个drop3D你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2D的一个延伸 相当于他把就是基于地理位置的NFT变得更加的3D化 那前面我们讲到就是像Pokeman Go这种 就是他用他的玩法是说把一个顶级的IP加上AR的一个技术呢 然后呢让自己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一个应用 drop他的方向可能也跟这个会有点类似 具体他的感受啊就是同样是在官网 应该是在他们差不多下面一个位置啊 就这个地方大概会有一些就呈现出来的画面的感觉 这是目前他的官网给到的部分 但除了就是他的地理位置和AR的这个之外呢 就是drop他还有一个叫做collection的功能 你在他的同样在他白皮书啊 就在下面这个部分啊 你能看到他的就是collection这个部分的一个介绍 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个地方就是他的NFT 然后呢他目前啊其实是和两位比 一个是藤原浩另外一个是Mark 他们一起合作了一个NFT 然后呢这个NFT啊就是现在已经卖完了 他当时是有一万个 然后目前如果大家想去买他的这个NFT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Magic Aden 这个是Sanana上的一个比较 市场升量比较大的一个二手的NFT交易市场 然后呢这上面可以看到这个Magic Aden 然后看到这个就是NFT的一些呃介绍以及 它的价格它一般呢可能就是呃五六左右这样的一个so 那贵的可能是有10个so这样 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呃自己去看一下 这个是他就是NFT相关的一些内容 以及他在产品层面上从2D到他的Lan再到3D的他一个核心的介绍了 那介绍完这个部分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drop它本身的一个通证 你可以在他的就是白费书里面去看到就是在下面呃这儿 经济模型这个地方 但这里是讲他的一个总量和他的排放量 前面有他具体这个通证能干什么 他整体上来讲就是他的原始通证就叫做drop 那这个drop呢你可以把它分为经济消耗和经济数据两个部分来去看 嗯在消耗部分呢就是他可以去购买土地 他可以去创建和购买或者租赁里面的一些NFT的物品 以及以后就是你去啊虚拟土地里面刚才说你需要质押质押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用的就是drop 那在税部分呢就是你在呃卖出或者是租赁 呃出去你的土地之后或者是你在出售你的相关的一些建筑或者物品的时候 其实都是会收益里面会有drop的 包括刚才说的打广告呀包括在地图上 可能会有一些NFT的奖励呀等等 其实都会呃让你去获得drop 反正来看呢其实drop它在整个的项目里面其实是呃 也比较强的一个实用性能 那刚才讲的是交易部分的一个作用 另外一个他其实还起到一个权益划分的一个作用 在他这个部分的下面这个图里面 我们可以先看右侧就是呃 你会看到就是他会有不同的就是创作者的一个层级划分 你就不同的一个用户的一个层级划分 他总共是分为就是33两个等级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呃上面部分是他创作者 那创作者呢你可以有就是一个普通创作者 或者你是一个黄金创作者 或者是你是一个薄金创作者 然后呢这里面其实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呢 你可以收到5drop的一个访问费 那下面部分呢就是有15个drop的访问费 或者是25个drop访问费啊 那另外就是你作为一个用户来讲 如果你是持有1000个drop以下的话 那你只能访问一些公开性的NFT内容 然后你在左侧其实也能看到就是他相关的一些规则 同时呢如果你持有1000个以上5000个以下的话 那你属于一个黄金用户那你能去看一些黄金等级的这些创作者的 创作NFT内容 如果你是就是持有5000个以上的drop吧 你能够看到就是黄金等级和薄金等级等等这些创作者的一个NFT的内容 这他对于就是drop里面的这些创作者和用户的一个等级划分 然后下面呢就是他的一个整个通证的一个介绍 下面这个地方就是你能从这个图里面看到 他整体其实是有5亿枚的一个通证 然后呢这里面其实会有差不多4%的通证是用来去做公墓的 公墓一般都不会有锁藏的 那锁藏呢也可以在下面他的这里面有个介绍 就是他的公墓是100%的unlocked 然后其他部分就是他大多数都是在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这样一个锁藏期 然后慢慢的去做18个月到24个月里面的分月去做限制释放 那后面其实你会关注到他的市场费用和他的生态奖励部分 这个部分呢可能会相对释放快一点 他占米34% 但是呢没有现在还没有明确说就是他会以怎样的一个形式去释放出来 这个地方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是他的通证部分的一个介绍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整个资源和他的资方的一个情况 资方本身其实大家应该之前都有关注到过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官网的那儿 都能看到他有比如说像三件 阿里米达等等这些比较顶级的一些资方在参与 那我们其实也去看一下就是他拿这些钱干什么 然后你能发现说他这些钱呢 还有一个主要目的是他会去做一些IP的积累 或者去做一些更多一些合作关系的拓展 以及AR技术的开发 然后团的部分呢他们现在确实还没有看到一些公开露面的一个团队 但是前面介绍到像有之前跟同源浩或者是Mark这样的比较潮流的一些人去合作 然后你其实能感觉到就是他们在资源的连接能力上还是不错的 同时呢他们主打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他们主打的可能是想要去走更年轻化 以及更街头或者更潮流的方向去走的 另外就是Job他本身的天使投资人 他其实还包括Twitch的那个联合创始人 以及之前可能玩电竞的会知道有个战队叫做TSM TSM的创始人Daniel其实也是他们的天使投资人 以及你们在他官网的稍微在下面一点 就是能看到他们的稍微这个位置 就是你们能看到他的partner里面有很多的就是大V 也是他们的一个生态合作伙伴 那其实你整体能够看起来就是 他们其实走的路线呢 有点是说要把潮流文化 加一些游戏渠道渗透 以及加一些大V的造势等等 把这些加起来 然后呢去扩大自己的一个影响力 那这部分其实会有一个长线一个逻辑 跟大家简单做一个分享 这个地方是我们那个Mirror 然后其实你把中间这个Job去换成Sandbox 其实也是能够成立的 这个其实是主要想跟大家去聊一个 可能目前看到就是一个MFT相关项目方 他在做自己的一些营销 或者是在拓展自己市场的时候 他会尝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项目方 那我现在可能 大家可以从就是中间Job这个地方开始看 就是比如说我先去拓展弊端的一些资源或者人脉 包括我跟一些其他项目做合作 或是我跟一些明星或者艺术家做合作 这种可能就是稍微来讲 就是可能跟一些influencer做合作 然后之后绑定之后 然后这些明星或者艺术家 他们会有自己的声望 或者有自己的一些影响力 那他们会把自己的一些内容说出来 然后就会影响更多的一些follow 或者有更多的粉丝 或者一般的user 进到他这个产品里面来 这是他第二棒 然后这些粉丝或者用户进来之后 他可以在这个作用之下 然后他们会参与一些MFT的销售 或者是参与他本身的一些UGC的内容 或者去创作一些对项目方有意义的一些内容 然后之后呢 如果这些用户参与进来了 然后他的整个drop的 他的活跃度 用户量或者话题都会有所提高 那中间其实对于明星和这些 或者是其他一些项目方 跟这些粉丝的一个连接呢 其实在中间就是发现这个部分 你把中间的像这个drop去换成 你可能最近正在看的一些项目 或者是你观众MFT去替换一下 也许他有类似的逻辑 然后这个逻辑呢 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良心的循环 然后他这种成功模式 你可以去看之前 像The Sandbox或是Gala 和那个StompDog 他去做的一个合作 然后你其实能看到就是 像最近其实StompDog 其实跟Sandbox得的比较紧 然后其实你能看到 他官队上有非常多 关于StompDog的一些MFT 最近好像是刚售卖完 其实效果也很不错 包括之前Gala他做Music 其实也是跟这样的明星做合作的 所以大家其实感谢他 也可以把你就是身边关注的一些项目 也套进去看一看他们是不是在这样做 那这样做其实他会有一个点会比较重要 就是说这里可以引发去讲一下 就是Job他本身的潜力和他风险部分 因为本身MFT他其实类别是很多的 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推荐一篇内容 就是Foreign Side Ventures 他最近发了一个就是有关MFT的文章 这个文章呢我们也可以放到我们MIRROR的 这个文章链接里面来 大家感觉呢可以看到我们文章的最下部份 然后呢会有相关的一个链接 其实MFT呢本身会有像音乐类视频类交互类等等 然后呢Job他本身其实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个 比较有独特价值的一个点 然后呢通过这种基地理位置的3D加AR的形态 然后呢让MFT本身会更出圈 当然就是刚才跟大家看到的就是 他在这样一个模式下呢 其实他会有很多的弊端一些合作 然后呢通过合作去不断让自己更加的出圈 这里其实就需要他本身有一个更强的执行力 以及与他的合作方们有一个更强的一个绑定关系 那做出更有更快的更有影响力的一些营销事件 那因为在这个赛道里面就是像一些其他项目 包括比如说做相关的就是基于地理位置做的 其实不只是他一家 还有像OVR其实也在做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项目像 这里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项目就是Rally Rally本身呢他其实也是有 就是一些跟现实连接的动作的 就是呢他的NFT的一些售卖的 是会跟现实的一些物品做连接的 所以其实这个赛道里面 还是有蛮多的一个竞争对手在 那这里也会提到一个互乘合的问题 如果是其他项目也采用了 就是类似的一个技术 或者是像DecisionLand 他们也基于就是现实去做了一些这种 虚拟体块 那Job他的竞争力 可能就是要把这些现有的资源 更好的去发挥出来 然后呢尽快的上线 一些可能有市场效果的 然后有价值的一些内容 那最好能保持就是Job 对这些资源的一个独占性 这样也能让这个Job 能够在这些竞争里面脱颜而出 但这个行业本身也不缺乏挑战者 这种良性的竞争 其实是能够使就是不同项目方 有更多精细的 对产品有更多精细的一个打磨的 同时呢去构建出一个更多 可能对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 有连接的事情 当然就是可能潮流文化和地理位置的 绑定呢可能只是NFT的一个开始 因为现实世界是有限的 但是小象的世界其实是无边无际的 那Web3呢可能也会因为这些创新者和挑战者 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来讲 有价值有帮助的话 欢迎你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如果你转发我们的任何一篇文章 或者视频到朋友圈 或者是转推我们推特呢 然后把它截图到无信公众号后台 我们都有一份免费的资料发布给大家 同时呢就是下周我们会计划去做一个区块链的 或者比特币相关的一些基础原理 或者知识类的一个分享 也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Discord和电话社群 然后我们有最新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的话 会发到群里 然后分享给大家 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